接下来我们要在这里见到的人 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个人 老老少少都喜欢她 60岁的人会为她加油 20岁的人会为她点赞 夜内圈外都会给她叫好 顺境逆境 大家都信任她 她是谁呢 2015年9月6日 女孩世界杯 中国女排迎战最后一个对手 登道主日本队 中国队加油 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开始 日本队先发球 面对惊艳老道的对手 和疯狂的主场球迷 年轻的女排姑娘们 打出了血性 3比1立刻日本队夺得冠军 时隔11年 中国女排再次站上 世界固军的领奖排 这个时刻 主教练郎平 百感交集 我觉得我的老教练 元导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他也说 作为强 作为强者要面对各种困难 这是郎平 职业生涯的第三次回归 每次回归 都是中国女排最困难的时刻 这次回归 对郎平个人而言 也是非常艰难的一次 2013年4月1日下午 一则令人悲伤的消息突然传出 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女排五连贯时期的名将陈昭帝 因病去世 年仅58岁 七日队友陈昭帝的去世 让郎平悲痛不已 参加晚追悼会 郎平做出人生又一个重要的决定 2013年4月15日 在新一届国家女排主教练竞聘会上 郎平出现在公众面前 成为四个竞聘者之一 其实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不容易 应该是我直较生涯当中最纠结的一次 主要我考虑到自己的身体 是否能承受这个工作量 多年的职业生涯 超负荷的大训练量 郎平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伤病 医生说 这些伤病会伴随她一辈子 膝关节就是比较多了 主要都是清理手术 做过七次 我的双胯 做了一边一次 然后那个腰间盘突出 可以发一个残疾痛 绝对 我都不知道是几级了 然后颈椎做了手术 也是颈椎盘完全压迫神经 所以从整个运动创伤来讲 不下十次的手术 2013年4月25日 众望所归的郎平重长 女排率应 尽管已经53岁了 但是一到训练场上 郎平还是原来那个 劳心劳力的郎平 每趟训练课下来 不是膝盖肿了 就是腰又动不了了 仅仅两年 在郎平的精心打磨下 一大批有天赋 能吃苦的90号小将 脱颖而出 就是他站在那 气场就很强 有的时候下意识 都会看他一眼 郎老师顶得巨大的压力 心服口服 真的 他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 就中国老女排的精神 我觉得郎导始终就是郎导 铁郎头的名字 我觉得谁都概括不了 至少现在是没有人 郎平两个字 在世界排檀 一直与奇迹化等号 17岁时 他作为天才选手 入选国家队 并迅速成为世界级主攻手 现在准备发球 十二天亚雄 天亚雄发上海飘球 任内衣裁没有大位 扣 扣球 登到郎平 扣球成功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郎平与老女排队员一起 创造了世界大赛五连贯的奇迹 1985年 因为伤病 郎平在25岁时 无奈退役 并出国深造 随后 以职业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身份 辗转美国意大利等国 虽然长年在国外 但他心里一直有着割舍不下的牵挂 1990年 中国女排青黄不接 郎平放弃国外俱乐部的优厚待遇 以队员身份回到国家队 当年就带领女排夺得世锦赛亚军 1995年 已经成长为世界级名帅的郎平 再次回归 他放下四岁的女儿 临危受命 执教处于低谷中的中国女排 很快将中国女排重新带回世界一流 中国女排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崛起 从默默无闻到登上世界之巅 靠的就是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 八十年代初 女排精神因为契合时代需求 成为激励一代国人 奋发图强建设祖国的精神力量 并由此生发出那句响亮的口号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眼前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 是一支凝聚新老女排血液的球队 已经牢牢打上了郎平的印记 已经55岁的郎平 目标并不仅仅是下一个冠军 还有中国女排精神的演续 有请郎平 刚才您一出场 全场你看喊叫好的这个声音 咱们再喊声催的郎平 谢谢 这次呢是拿冠军了 其实在拿冠军的头一天啊 郎之导原本要接受记者的采访 突然发现在一个小屋里掉眼泪了 让另外的人去 当时是因为你的队长有可能要手术 对 就是那一天我们来决定他去还是不去 所以从这一点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象 你像我们为这个比赛 比如说准备三年 然后要出发了 突然说到不去了 就是那种 但是你还得装得好 还没事一样 因为你还想 哎呦我不能失控啊 这个队员要看着你啊 但是完了以后 觉得怎么这么背啊 就这口气 就是缓不过来 其实这次 接这支中国女排 您用了一个词 我发现您很少用 这是我执教生涯中最纠结的一次 当时纠结到什么样的状况 从内心来讲啊 觉得这个队现在 确实是走下坡路 那我作为老女排来讲 我是有责任 就是在女排最困难的时候 国家需要你的时候 你应该可以做这个贡献 另一方面呢 就觉得 哎呦 自己年龄其实现在也不小了 就是也是担心自己身体 万一是撑不下来 现在还行吧身体 现在还行 现在因为我动嘴比较多了 动手比较少一点 我们的年轻的教练 他们都能够做得非常好 嗯 接下来咱谈点幸福的事 狼指导结婚了 来咱们看看 狼指导特低调 他就是小范围 举行了一个婚礼 我记着当时我最强烈的感受 就是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两人结婚 全中国人民感觉幸福 争取一些祝福和感受哈 来咱们听听 姑娘 你要跟狼指导的话会说点什么 狼明姐你好 嗯 其实说实话 在我的印象中 您一直是一个铁狼头 女强人的形象 那么今天看到您如此的娇美的一面 我更加的喜欢和崇拜您了 那么最后志愿您兴风快乐 永远幸福了 谢谢 我一般不干摆拍的事 今天咱们也摆拍一下 咱们给狼指导送上一个祝福 我喊狼平 大家喊幸福就行了 重要的事听说是说三遍是吗 来 狼平 幸福 狼平 幸福 狼平 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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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赛宣主 感动中国 即与狼平的颁奖词 臨危不乱 一锤定音 那是荡气回肠的一战 拦机困难 挫折和病痛 把拼搏精神 如钉子般 砸进人生 一回回倒地 一次次乐起 一记记扣纱 点燃几代青春 唤醒大国梦想 因抬起而生 为荣誉而战 一把铁狼头 一个大传奇 感动中国 2015年度人物 狼平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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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队友陈昭帝的去世 让郎平悲痛不已 参加晚追悼会 郎平做出人生又一个重要的决定 2013年4月15日 在新一届国家女排主教练竞聘会上 郎平出现在公众面前 成为四个竞聘者之一 其实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不容易 应该是我执教十年当中最纠结的一次 主要我考虑到自己的身体 是否能承受这个工作量 多年的职业生涯 超负荷的大训练量 郎平的身体出现了严重伤病 医生说这些伤病会伴随他一辈子 我膝关节就是比较多了 主要都是清理手术 做过七次 我的双胯做了一边一次 然后腰间盘突出 可以发一个残疾点 绝对 我都不知道是几级了 然后颈椎做了手术 也是颈椎盘完全压迫神经 所以从整个运动创伤来讲 不下十次的手术 2013年4月25日 众望所归的郎平 重长女排率应 尽管已经53岁了 但是一到训练场上 郎平还是原来那个 劳心劳力的郎平 每堂训练课下来 不是膝盖肿了 就是腰又动不了了 仅仅两年 在郎平的精心打磨下 一大批有天赋 能吃苦的90后小将 脱颖而出 就是他站在那 其实上就很像 有的时候下意识都会看 接下来我们要在这里 见到的人 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个人 老老少少都喜欢他 60岁的人会为他加油 20岁的人会为他点赞 夜内圈外都会给他叫好 顺境逆境 大家都信任他 他是谁呢 2015年9月6日 女排世界杯 中国女排迎战最后一个对手 东道主 日本队 中国队加油 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开始 日本队先发球 面对经验老道的对手 和疯狂的主场球迷 年轻的女排姑娘们 打出了血性 3比1 立刻日本队夺得冠军 时隔11年 中国女排再次战上 世界共军的领奖牌 这个时刻 主教练郎平百感交集 我觉得我的老教练 元老爷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他也说 作为强制 作为强制 要面对各种困难 这是郎平职业生涯的 第三次回归 每次回归 都是中国女排 最困难的时刻 这次回归 对郎平个人而言 也是非常艰难的一次 2013年4月1日下午 一则令人悲伤的消息 突然传出 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女排五连贯时期的 名将陈昭帝 因病去世 年仅58岁 如果有来世 我们还一块儿打 如果有来世 我们还一眼 郎导真是顶着 巨大的压力 心服口服 真的 他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 非常先后的例子 就中国老女排的精神 我觉得郎导 始终就是郎导 铁榔头的名字 我觉得谁都概括不了 至少现在是没有人 郎平两个字 在世界排坛一直与奇迹化等号 17岁时 他作为天才选手 入选国家队 并迅速成为世界级主攻手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郎平与老女排队员一起 创造了世界大赛五连贯的奇迹 1985年 因为伤病 郎平在25岁时 无奈退役 并出国深造 随后 以职业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身份 辗转美国意大利等国 虽然长年在国外 但他心里一直有着 割舍不下的牵挂 1990年 中国女排青黄不接 郎平放弃国外俱乐部的优厚待遇 以队员身份回到国家队 当年就带领女排 夺得世锦赛亚军 1995年 已经成长为世界级名帅的郎平 再次回归 他放下四岁的女儿 临危受命 执教处于低谷中的中国女排 很快将中国女排 重新带回世界一流 中国女排自上世纪70年代崛起 从默默无闻到登上世界之巅 靠的就是不怕困难 顽强拼搏的精神 80年代初 女排精神因为契合时代需求 成为激励一代国人 奋发图强 建设祖国的精神力量 并由此声发出那句响亮的口号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眼前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 是一支凝聚新老女排血液的球队 已经牢牢打上了狼平的运气 已经55岁的狼平 目标并不仅仅是下一个冠军 还有中国女排精神的延续 有请郎平 刚才您一出场 全场你看喊叫好的这个声音 咱们再喊声催的 郎平 谢谢 这次呢是拿冠军了 其实在拿冠军的头一天啊 狼指导原本要接受记者的采访 突然发现在一个小屋里垫眼泪了 让另外的人去 当时是因为你的队长 有可能要手术 对 就是那一天 我们来决定他去还是不去 所以从这一点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象 你像我们为这个比赛 比如说准备三年 然后要出发了 突然说到不去了 就是那种 但是你还得装得好 还没事一样 因为你还想 哎呦我不能失控啊 这个队员要看着你啊 但是完了以后 觉得怎么这么背啊 就这口气 就是缓不过来 其实这次 接这支中国女排 您用了一个词 我发现您很少用 这是我执教生涯中 最纠结的一次 当时纠结到什么样的状况 从内心来讲啊 觉得这个队现在 确实是走下坡路 那我作为老女排来讲 我是有责任 就是在女排最困难的时候 国家需要你的时候 你应该可以做这个贡献 另一方面呢 就觉得哎呦 自己年龄 其实现在也不小了 就是也是担心自己身体 万一是撑不下来 现在还行吧身体 现在还行 现在因为我动嘴比较多了 动手比较少一点 我们的年轻的教练 他们都能够做得非常好 接下来咱谈点幸福的事 狼指导结婚了 来 咱们看看 狼指导特低调 它就是小范围 举行了一个婚礼 我记着当时我最强烈的感受 就是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两人结婚 全中国人民感觉幸福 征集一些祝福和感受 来 咱们听听 姑娘 你要跟狼指导的话 会说点什么 狼民姐 你好 其实说实话 在我的印象中 您一直是一个铁狼头 女强人的形象 那么今天看到您 如此的娇美的一面 我更加的喜欢和崇拜您了 那么最后 祝愿您兴奋快乐 永远幸福 谢谢